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同云密布 异常严峻 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投降 大举进攻勃过西南地区 企图一举攻陷陪独重庆 中国军队疏私抵抗 将日军死死挡在异常异动 此时的中国 万比江山沦为日口之首 所有出海口都被封锁 已经陷入弹尽粮绝之陷阱 抗战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 仅靠一条滇缅公路勉强攻击 长官 这条滇缅公路 现在真是派上大用场了 没想到 它现在成了我们抗战的生命线了 防空号怎么不想 走 高谱阵地 这条滇缩公路 贝尽 领 欧阳 站一往 为什么不开炮 报告长官 长官 您曹靖东向您报道 我问的教授你 为什么不开炮 长官 我们不是不想开炮 可 你看看 怎么回事 炮弹都断了好几天了 没有炮弹 我们怎么打鬼子 弟兄们 你们想要好的防控武器吗 当然想要 恶利空 吴博斯 还有每支127四连高射机枪 长官 只要有了这些武器 我们就能让小鬼子的飞机 变成废通烂铁 有 可这些武器都在缅甸的仰光港 我们就能够打开 现在我们的武器都在缅甸的速度 我们在关注 我们的武器都在缅甸的速度 这里是我们的武器都在缅甸的速度 我们在缅甸的速度 也要是我们的武器都在缅甸的速度 把弹弹設定 5分後爆發 3分後 《SPY?》 《SPY.%》 《SPY-%》 《SPY》 《SPY-%》 《SPY-%》 啊 这是三天前 发生在仰光港 四号军火山库的爆炸现场 一百三十五毫米 大口亭炮弹全部被毁 另外 还有我多名驻免工作人员 和民工遇难 这是自一九四一年元旦以来 第四次间隙破坏事件 严重影响了原化物资的运速 我们怀疑 很有可能是渗透到 缅甸的日本间隙干 免英当局有什么解释 没有任何解释 日本人的战略意图很明确 就是要尽快地解决中国问题 然后挥师难下 假如他们能够占领仰光 就会快速地向北移动 占领天西 跨过怒江 切断天明 进而 掐断我国的国际援助之路 使我国孤立无援 我们眼前的局势 异常严峻和复杂 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 出兵缅甸 保卫天明 我同意光庭的判断 只凭中国脆弱的国防工业 是大并日的 我们必须与同盟国联手 以获取最大的国际援助 如果让日寇从缅北进入中国西南地区 就会与华南的日军形成合围之势 直接威胁我大欧方 威胁重庆 现在重庆很热闹啊 有人认为 中国人的能力 不能单独抵抗国后的亲人 主张和日本人相合 你们的意见呢 抗战达到今天 国府已经惊喜立即 捉襟见着 心里交瘁 力不从心了 国家已经面临着绝禁 王国的危险就在眼前 诸位 有何良策 就开证不公地说出来吧 我以为 政府的抗战决心绝不可动摇 有焉和日寇苟合者 就是汉奸 是千古罪人 日本人已经是强弩之末 现在必须在国内所有战场 有效阻止日军快速推进 但是 有些军队皆敌即溃 各别将领为了保存个人实力 竟然任贼作父 和日寇勾结 残害同胞 任何窃战的军官和士兵 都应送交军事法庭 韩复举就是例子 回座 必须让政府的抗战决心 深入人心 给国民以希望 我绝不允许 重庆成为第二个南京 我绝不允许 我绝不允许 你 注意 我绝不允许 你 你 我绝不允许 你 我派兵入民作战的问题 我需要的是情报 准确无误地战略情报 而不是外交部送来的 英国人莫领两可的态度 根据外交部 与英国人多年的周旋 和英国人长期的作访可以判断 英国绅士们 绝不会以牺牲帝国的利益为代价 尤其是我国 因为在他们的骨子里就蔑视我们 这些历史已经做出了证明 所以现在与其坐等英国人暧昧的态度 还不如我们自己主动出击 建议立即组建免应马军事考察团 即日负免 当面和英国军事当局谈判 搞清英国人的真实意图 以供军委会做出决策 考察团的团长和秘书长 有合适的人选吗 商政将军和林卫将军 可以担当政府团长 那秘书长呢 到从最后 谁才懂将军事 我们不命 你不肯定要生了 大陵 军委会决议了吗 盟国的军援和国府采购的物资 是维系抗战的生命 大陵应该让杜玉明他们 赶紧奔赴颠西 在宝山和龙岭一带布防 随时准备入眠 颠免公路 可是咱们的生命线 绝对不能再次中断 我最担心的就是英国人 大英帝国现在拥持日薄西山 声名狼藉 可是在咱们中国人面前 还放不下只有这个臭家子 不过眼下英国人毕竟是我们的盟友 我们应该顾全大决 你需要忍耐 忍耐 忍耐 英国人和日本人暗渡陈藏秘密苟合 他们自然关闭边缅公路 是要掐断我们的喉咙 建议我们死地 和这样的同盟国合作 能够打败日本人吗 我不信 所以我们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必须明确 决心是不容动摇的 眼下欧洲战事吃惊 英美的战略中心一定是在欧洲 大力 也许我们的盟国有他们的难处 好在罗斯福总统对我们还算厚道 求同存异吧 大力 为了将来的胜利 任一时不为耻 我现在决定了 祖建缅运马军事考察团 纠差秘书长的人选没有落实 有合适的人呢 我们已经快一年没有和昆明了吧 可不是嘛 也不知道现在昆明怎么样了 等会 你们这次回去多住几天吧 好好的休整休整 行啊 哈哈 你这次回去多住几天吧 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十年前 曾经通电指责你放弃东北的 让你丢进脸面的那个段忠仪啊 都是陈年往事了 眼下国家正是用人的时候 像段忠仪这样刚治不阿 直言不讳正直的军人 只是跟你在某些问题上有些分歧 咱们也许更应该用这样的人 十年了 嗯 他现在人在哪呢 我立即调他来重庆 是 段振国 到 你就是段家老三吧 长官 您怎么知道我是段家老三 连大读书是不是很乏味啊 你被开除了 有 没带军帽 小心点啊 是 太太 小六子 哎 瓜果水酒先白起来了 等晚上多的人来了再手忙脚乱啊 好嘞 太太 文叔伯 哎 老爷有一年少放点辣 哎 好嘞 太太 好嘞 喂 太太太 好嘞 太太太 好嘞 太太太 到左边点 应该是老爷无事大寿 大家干活仔细点 是 奶奶 别挡到 查票了 您行 查票 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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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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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拿出来 让他 吹什么吹 给你爹吹丧的 小子 你还挺来劲儿 怎么着 小子 人模狗样不说人话是吧 小子 宽姐 你到门口去吟吟老爷吧 把那些下人都给叫回来 丁华 你在甸南实习结束了 没有啊 妈 我二哥回了吗 想你二哥了 妈 我后天有个重要的客人 要来家里 什么神神秘秘的 你个小姑娘哪有什么重要客人 这个嘛 天机不可泄露 你的客人是男是女啊 当然是女的啦 是我护理专业的同班同学 善迎秋 怎么了 打算介绍给你哪位哥哥 妈 你也太厉害了吧 一猜就中了 还能有谁啊 丽卦 你都二十九了 真想跟甸缅公主结婚啊 母亲 这不是没碰到合适的吗 现在这个世道 哪有那么多合适的呀 这种事情 还是随缘吧 太太太 老爷回来了 快走 妈 妈 你可回来了 妈 你可回来了 回来了 是吗 你怎么也出来了 出来迎迎你呗 你就多久没回来了 是 家里怎么样了 感谢菩萨都挺好的 你怎么也在家里 我也是刚进门 嗯 周姨 你看看 你武士大寿 又赶上安国 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国 段恰真是双喜临门啊 我都准备好了 供食桌寿席 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 你说啊 寿远就不要办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还是一切从简吧 洪海 在 看看请简都发给了谁 辛苦你挨家挨户跑一趟 就是我长途跋涉刚回来 身体有些不适 寿远取消了 没听见我说什么吗 是 等等 仲义 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的部下顾交马上就要迎门 连龙云主席都派人送了贺礼啊 叔啊 你就不用费心了 就这么定了 快去 是 尼古 送我去餐房 嗯 送我去餐房 诶 不回来 不过来 但是记得自许多跟你漂亮的嫣鸡 还要上台后 我找你交产 尼古 请不许多给你 帮我 好 习经厅 好 玩吧 好 走 年的 团子 我们公司 好的 适选 来 这有啥事 走 走 走 明天一早 多叫些人来 把这些东西全撤了 都撤了 都撤 今天晚饭就咱们一家人 你看怎么样 好的是好 可母亲 都准备一个月了 准备一年也不行 你是长子 要明示的 知道我为什么不让班吗 知道 说说 过那灯头 一切从前 尤其是咱们家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把他关哪儿 先关到办公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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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署长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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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让你知道什么是佛法 你 你 我让你嘴 你不是嘴硬吗 我让你嘴硬 我让你嘴硬 干什么呢 书 书长 怎么回事啊 这小子在火车上 巨众都呕 不停归去 还打伤我们 这是他的证件 西南连道 机械式 断震国 属实吗 我们署长问你话呢 放肆 走 断震国 你的情况 我了解 是我的属下不对 我跟你 打个歉 给他送开 看看你的表 好 下来几点了 爸 您说美国要帮咱们中国打鬼子 那为什么不把那群大鼻子调过来 直接上乱场不就完了吗 对啊 你这个提议我在呢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这美国人为什么帮咱们中国啊 为了他们在远东和东南亚的利益 当今这个世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简单地说 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他们自己 在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个主题上 中美两国高度一致 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哎呦妈我强服你了 欢迎小女安国 报警安国长高了 爸 你看你看你看 看看这行了吧 脸子还 还不错不错 有点样 回来的打算干什么 哈佛本来让我留校 让我谢绝了 正好宋大使派人挑选 美国驻华诗广翻译 选择吗 真的 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那以后就叫他断翻译冠了 对 我还得经过培训和真别呢 要我帮忙吗 当然不 我已经跟你说了 爸 我可以自己的问题 好 你少跟我说英格律师 你妈还听不懂 坐 来 这么困盛啊 三弟呢 这郑国也该回来了吧 谁啊 上大学不是你的路夫 你应该去当兵吧 好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那城市就都公布出去 那到处都没看到他们眼睛啊 那都疯狂了 学生行 叔弟弟怎么还没来呀 我去 兴趣你有什么事给担着了吧 从孟子到这儿的货车早该到 有来不多 学的不少 来吧 开机 吃饭吃饭吃饭 喂 是 我是段仲仪 请问您是 林校长啊 你好啊 你说 我们家里是一点不知道啊 林校长费心了 子不教父之过 我很惭愧 好 我马上跟警察署联系 等犬子回来一定严加管教 抱歉抱歉 好 再见 老三 老三怎么了 出事了 逃学抗课 大家都我伍升级警察 警察署都查到学校去了 那人子 警察署扣下来 你也账了 通海 到 备车 我回来了 娟娟 这么晚您还出去啊 妈 郑果 妈 郑果 怎么回事 没事妈 您看我这儿不是好好的吗 您放心吧放心吧 别都站着了 来来来来 赶紧齐吧 来来来 去吧来来来 走走走 爸 要不然咱们还是先吃饭吧 你过来 看什么 叫你呢 来 若是生非 烈性不敢 你们林校长都告到家里来了 那又怎么了 将军大人 您能别总拿老眼望看我们吗 别一口有个将军的 我是你老子 说说你的新作为吧 我只做个认为正确的事了 你还做个正确的事 什么事 晚点跟您说这么多 您也不相信了 今天是您的五十大寿 别让我这个丧门心扫了您的信 要打要罚 咱明天再说 行吗 老三 不许你这样跟父亲说话 对了 爸 今天是您五十大寿 赶紧入席吧 我的话还没说完 爸 您别说了 我太饿死了 咱们先吃饭吧 父亲 时间不走了 爸 开戏吧 对 吃饭吧 爸 那就听孩子们的吧 今天是团圆饭 有事 明天再说 走吧 走吧 爸 走了 走走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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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 吃饭 来来来来 爸 爸 开始吧 开始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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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見て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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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喝 看看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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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我只是不想上学 我在课堂待不住 散望 一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那你们不也有事儿瞒着我吗 直说吧 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我是杨子对吧 胡说八道 谁告诉你的 打吧 反正我也习惯了 打死我也不会连大继续读书 我要去当兵 到抗战的最前线 我要让我的亲生父母知道 他们的儿子不是脑肿 你的亲生父母就是我跟你妈 信不信有你 你现在长大 翅膀硬 走什么路 有权自己选择 暂时 自己服务 滚 你还没关上我的天啊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你的输家 我会给你 你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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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你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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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军委会昆明行营送来加急电报 您 是 实领滇军陆军中将段忠仪即刻下狱领受任务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 郑军 接你的飞机马上到五角吧机场 准备行礼 是 病毒 原因是 是 你 周恩 老先生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帝国工作繁重 英华学业紧张 特别是安国 还得接受甄别审查 这小子现在有点添乱 叔啊 别忘了 咱们屈死的老朋友 迄今没有平反的 不管他 就这样 你保重啊 你保重啊 我保重啊 爸 请你们母亲的话 一路平安吧 好 爸 我个身体啊 有人提出来要改变国策 摒弃英美 要与德国搞联盟 然后让德国去游说日本 叫日本放弃对中国的侵略 你怎么看 这些人哪 鼠摸寸光 有病乱投医 Totally nonsense 他们只是看到眼前 希特勒横扫欧洲 殊不知美国一旦参战 整个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变化 入死水手 还很难说呢 夫人 我希望你能够尽快防卫 向罗斯福总统 向美国国会 阐明我们中方的立场 向他们说清楚 我们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争取他们更大的支援 美国有很多人 很同情中国的走远 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 拜托了夫人 反正 谈判 警官 违园长现在急着您 这事 您怎么看 您以前开罪过他 以他的个性来说 十年不闻不问 现在 又是集电 又是专机 真是搞不懂啊 长官 会不会跟也线的战士有关 可能是 夫人 您交代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上午我们就可以到孤儿院去看望孩子们 听说夫人要来 老师和孩子们都兴奋极了 早该去看望他们 都是些抗战士兵的义托 必须要有更多 我都兴奋了 俊轩 你坐 好久没回家了吧 你父亲身体还好吗 我也是好久都没有看到他了 他应该有七十岁了吧 谢谢夫人惦记 他老人家挺好的 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 这两年公务凡嘛 也没有让你们兄妹两个回去去看他 不要介意我呀 夫人 你认识滇军中将段忠宇吗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在我们云南 水家和段家都是两个大家族 所以 军委会准备启动段忠宇了 好了 你去忙吧 哎 没发生的 我还不说 我放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